在過去這些年當中 大家看壞台灣太多了 而且有人經常形容台灣叫鬼島 那我說我看到台灣都這麼美 台灣不是大家想像那個樣子 那我很努力的想要把台灣的美 呈現給大家 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我就臉書裡面 我去了之後回來有感覺的時候 我就把它寫下來 這個寫下來之後 看起來好像可以把它完整的來告訴大家 這個是我的生活之作 但是也是我對台灣的感動的力量的延伸 那我想在這些年當中 大家也可以慢慢感受到 台灣正在慢慢的茁壯 這一次疫情把大家都困住了 那困住以後我覺得 讓大家慢慢仔細體會台灣 人生總有極限 那我想我只要有時間 我就都跑跑都動動 那我想這是人生 另外一種志向 所以這些年我們大概也 你單攻過很多地方 比方說我們爬益山 不是在那邊到排雲山莊住的 我們都是從塔塔家 直接上益山 我記得我最快的速度 有一次應該十年前 塔塔家到排雲山莊 我大概只花了一小時二十八分 去年再去一次 我發現現在體能就有衰退了 我們年紀大的 就沒有到當年那麼猛 有差的 那去年我們也到和歡山 我們就從北風單攻到西風這樣來回來一趟 那我想我們在練角力啦 也是希望說用最快的速度去感受體驗山林之美 這另外一種角度 所以小宇老師可能是慢慢輕鬆走 我們是快快匆匆的走 最後呢只有他一個 小宇老師沒有談到餐廳 我是餐廳談很多 我會故意只帶一包一個水跟一本書 然後一個下午都不帶手機 然後走進山裡面去最好就睡著 睡著醒來如果下雨 哇那真是人間深境 然後醒來的時候看到一個螳螂在走 我就開始觀察螳螂 然後有一天我看到有一個人上山了 他非常急的做體操 因為他一上山以後 他就在我旁邊就開始 然後坐了八小時就衝下去 然後想那你幹嘛來上山 這麼緊張 原來是為了運動 我現在是子宮車董事長 每天想的都是怎麼樣去表演給小朋友看 那想的事情不一樣 可是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活在這個土地上 所以我一看那個書 發現他去的地方我都去過 就發現說雖然我們兩個沒有見過面 雖然我們在不同的領域 他是財經 我在我的這個領域 其實在不同的領域 可是因為共同活在這個島上面 很多情感是相同的 我想剛剛蕭偉老師講到 像我有一回帶我們 去陪著那個楊長鎮 他就去看那個 他們所做這個步道 那我想 台灣其實 你如何尊重山林之美 盡量不要去破壞 我們有一些比較 比較激婆 我們有一次 在那個石定的奧格山 奧格山喔 截圖很喜歡用跑的 那一天下雨天 那個是20年前 那個不知道是誰做的 那個步道鋪石磚 我發現喔 那個跑下去 輸一下喔 所有的截圖每個摔都 輪氧馬翻 因為喔那個太華了 台灣的海灘呢 都沒有善加利用 所以最近我們在努力淨灘喔 那如果說 台灣能夠讓沙灘那個海水異常 那個沙灘能夠活化的話 那我覺得 我們除了三年以外 我們還可以更 更加親近海洋 讓台灣的那個海灘 能夠維持乾淨 然後呢 讓觀光能夠把它做起來 那我想這個就是台灣 會有更加強大的生命力 這是我的建議 out of the city 下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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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flavour 點燈 上午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